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独立分词构句是分词构句本身就具有意思上的主词 它本身自己就有主词 所以也就是说主要子句的主词 来看一下重点你把它画起来 主要子句的主词和分词构句的主词是不一样的 四个字圈起来 它的主词是不同的 它主词不一样 也有这样的分词构句 就是所谓的独立分词构句 独立分词构句 那么在独立分词构句里面 其实常常见到的就是一些习惯性的用法了 譬如说像第一个例句 太阳下山后我们启程回家 当什么时候 当太阳下山了之后呢 我们启程回家 好 先把这一句话呢 有连接词的部分写下来 我们说 When the song 好 你可以直接写太阳下山 或者你要想太阳下山后 我们启程回家 先发生的动作是太阳下山 后发生的动作是呢 回家 所以呢 先发生的我们可以用什么 过去式 或者在这句话里面 你两个动词都用过去式也可以哦 也是可以的 记得 要强调过去的两个动作 先后顺序 先的用过去完成 后的用过去式 可是呢 如果是不强调先后顺序 纯粹只是描述过去的两个动作 那直接都用过去式就可以了 好 我们在这里呢 就用过去完成好了 When the song had set When the song had set 然后呢 We started 我们动身了 We started 动身前往哪里呀 For home We started for home 我们动身前往家 这个目的地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 启程回家 When the song had set We started for home 有没有发现 两个子句的主词是不一样的 两个子句的主词是不一样的 主词 来画一下这里是We 好 当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形成所谓的分词构句 因为它这里纯粹是告诉你一个时间 那么分词构句怎么样形成呢 当什么时候 太阳下山 我们启程回家 所以在这个句子里面 不要连接词意思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跟之前讲过的分词构句是一样的 会省略掉意思 它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就把它省略 形成了所谓的主词写下来 The song 不要忘了哦 连接词连接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 当连接词省略掉之后呢 主词保留 记得动词要做改变 记得咯 两个主词两个动词出现的时候 一定要连接词 可是在这里呢 为了呢 把大家都知道的意思的 这个连接词省略 多说无意对不对 我们把它省略掉的时候呢 那记得 主词 你不能省略 因为主词不一样 所以只好在动词这边做变化 had said 我们可以改成完成式的什么 我们说分词的 分词构句的完成形式 having 加上 所以你可以这样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呢 记哦 连接词 记得连接词出来 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 这是连接词的基本功能 连接词呢 它是多余的 我们可以把它省略掉之后呢 主词不能省略 因为主词不一样 这是一个独立分词构句 主词不同 所以只好在动词这边做变化 变成having said 变成having said 所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呢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并没有错 它只是另外一种的句型 叫做分词构句的独立形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的用法 它的用法 好 这个是呢 我们讲到了独立分词构句 所以它的独立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主词 跟后面的主要子 主要子句的主词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例句啦 因为怎么样 因为是星期天的关系 所有的商店都打烊了 还是这样 这句话呢 其实在初级英文呢 在国中的时候 你就会写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写下来 因为怎么样 because 好 因为是星期天的关系 因为是星期天 星期天 sunday是一个什么 sunday是一个时间 它的主词用谁呢 对了 不要忘了 主词用it because it was sunday because it was sunday 你能不能写 because sunday 可不可以 不行 你能不能写 because sunday 不行啊 because它是连接词啊 后面要连接主词 加动词 不要忘了嘛 什么词性 后面要跟什么对象呢 其实都是固定的 同学要熟记 所以because 你知道是它连接词 主词 动词要出来 那么时间的主词 可以用谁来代替啊 时间的主词 可以用it来代替 所以因为是星期天 我们写上 because it was sunday 所有的商店呢 怎么样 都打烊的 the stores ware all closed c-l-o-s-e-d 好 商店打烊 要特别注意一下 the stores ware all closed 所有的店 都打烊了 那当然你要把 all 放前面 all the stores ware closed all the stores ware closed 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你也可以发现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主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because 从前面一路 做过来的分词购句 because 表示原因 其实是很明显的 星期天 所以所有的呢 商店都打烊 所以because是多余的 既然是多余的 省略掉 主词不一样 同学记得 主词不同 请保留主词 保留主词 it 可是连接词省略掉 你连接词 because省略掉 就不能再连接 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哦 主词又不能省略 主词保留之外 只好在动词做变化 B动词怎么改成分词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了 B动词改成分词 要怎么样 圆形加上ing 所以圆形 B动词的圆形是B 然后加上ing it being Sunday 所以讲到这里 同学应该很清楚了 谢老师为什么是把 独立的分词构句 它的重点摆在后面 因为你可以发现 这个呢 独立分词构句呢 其实是跟前面 我们讲的分词构句 是一样的 只不过 差别就在于 它的主词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主词不同 你把连接词省略的时候 动词 主词不能改变 只好从动词来做改变 那不要忘记了 在这里呢 把B动词改成ing it being Sunday 后面主要子句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 变过主要子句 对不对 所以主要子句 你当然不要去更改它 it being Sunday the stores were all closed were all closed 好 所以这个句子呢 同学要特别去一下 你看到这样句型的时候 它不是说我没有你没有他没有 所以我们记得用 there is there are的句型来表现 如果你用过去式的话呢 因为us there were no bridge us there were no bridge 好 no的后面可以用单数 也可以用复数 所以你要讲 no bridge 或者是no bridges 也可以 好 我们在这里用单数来表现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 你前面用过去 我们就用过去 we had to 同学说 老师这里的必须 我可不可以用must must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must没有过去式 must的过去式 一定要用had to 来表现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必须叫做 we had to 最后面用原型动词叫做 we had to swim 游泳过河 穿越过 什么叫做across across the river 好 整句话出来了 还是一样 连接词 两个主词 其实这句话 there were no bridge 真正的主词是在这里 好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老师这里 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错误 同学们看到 如果我们这里用word的话呢 我们bridge应该是加s的 如果我们决定要用单数 我们决定要用单数的话呢 这里应该改成是was才对 好 来 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再讲一遍咯 我们说 there is there are的句型 there is there are 或者是过去式的 there was there were 这里的动词的单复数 不是从there来决定的 这个动词单复数 是从后面的名词来决定的 有没有 there is a book on the desk there are books on the desk 为什么会有意思 跟are的差别 是后面的那个东西来决定 所以是后面 那我们刚才说了 no后面可以用单数 也可以用负数 谢老师决定用单数 所以这里的动词就要用单数动词 好 所以这个呢 稍微注意一下 as there was no bridge we had to swim across the river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句子呢 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改成分词构句 基本形成一样 连接词 多说无意 省略 主词 虽然真正的主词在这里哦 但是这个是它形式上的主词 所以我们还是呢 there we不一样 我们还是保留它 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句子 变成 there 然后呢 对了 逼动词还是变成了 being there being no bridge there being no bridge we had to swim across the river there being no bridge we had to swim across the river 我们必须要游泳过河 好 这样子的形成方法 同学记起来 第四句 在独立分词构句里面呢 第四个例句 we'll go on a picnic if the weather permits 这句话太常出现了 所以同学你干脆记起来了 如果天气许可的话 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呢 我们将要去野餐 go on a picnic 叫做去野餐 go on a picnic 那么顺便小地点呢 小地方老师特别提醒你一下 picnic 这一个字 当名词是野餐 当动词也是野餐 对了 所以呢 we'll go on a picnic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讲 wheel picnic wheel picnic 它也可以当动词 那么既然picnic可以当动词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它怎么加ing 是p-i-c-n-i-c 加一个k再加ing 为什么 如果你直接在picnic的后面加上ing 它可能会念成pignessing pignessing 它可能呢 自我的c呢 会变成s的音 为了不让它走音 还是念k的音 所以我们先加上一个k 因为c跟k在一起 一定是念k 所以加上一个k再加ing 或者加上一个k再加上ed 它的音就不会变了 还是念成picknicking 或者是picknicked 所以呢 它加音句的时候是p-i-c-n-i-c-k-i-n-g 过去试试p-i-c-n-i-c-k-i-d 这个同学可以自己把它写下来 所以呢 在这里它当然是当名词啦 go on a picnic 还是一样连接词 如果天气许可的话 我们将去野餐 天气许可 我们将去野餐 你可以发现这里的if 多么的多余 对不对 好像画蛇天足一样 太多余了 所以来 还是一样咯 if省略 主词一个是我们 主词一个是the weather 还是一样 两个主词是怎么样 不一样的 不能省略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这样写哦 主要只留住 we'll go on a picnic we'll go on the picnic 我们将要去野餐 怎么样 天气许可的话 the weather the weather permitting 还是一样 重音在这里 permit 所以后面的重音解释 子音母音子音 所以记得 加上ing的时候 就有重复字尾 t加上ing 记得哦 要加ing的时候 一定要用圆形动词哦 所以你能不能加s啊 你能不能写permits 加ing 不行哦 用圆形的permit s要去掉 s要去掉圆形 我们继继续往下面看 在第八个重点当中呢 我们也是提到一个附带的状况 那么同学呢 讲到这个标题 附带状况呢 同学会觉得很熟悉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好像有提过 对不对 好 那么记得咯 老师在这里先提醒你 在前面提到的 分词构句的附带状况是 前后两个的主词是一样的 也就是做动作的人是一样的 听好 我们有一个例句是类似这样的 I washed the dishes listening to my favorite music 有没有 我洗着碗 然后呢 听着我呢 怎么样最喜爱的音乐 有没有看到 洗碗的人是谁 是我 那么听音乐的人是谁 听音乐的也是我 所以直接把主词省略 后面变成什么 listening to my favorite music 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分词构句 表示附带的状况 那么在第八个重点里面 附带状况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直接看这个例句好了 我站在那里 心脏跳得很厉害 有没有看到 一个是我 一个是心脏 不一样的 于是这样的附带状况 我们要怎么样来表现呢 标题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同学你来看一下 with with在这里的介细词 我们说过呢 其实介细词呢 在不同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 它会有不同的含义 在这里的with呢 我们中文可以解释成 伴随着什么 如果你一定 很多同学呢 看到一个单字呢 它非得找一个怎么样 相对应的什么 中文它比较容易记 如果非得这样子的话呢 那记得 你可以在讲义上写上 with 这个介细词 在这个时候 表示附带状况的时候呢 是伴随着什么的意思 可是呢 在整句话里面呢 是不是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呢 那当然了 大部分的介细词呢 其实都是不翻译的 这个基本概念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用我们的with这个介细词 加上这里的 也就是后面的这个主词 可能是代名词 可能是名词 后面的这个跳动呢 就要用分词来表现了 那么不要忘记了 分词两个 现在分词代表主动 代表动作进行 过去分词代表什么 代表被动 代表动作完成 这个不要忘记了 好 直接呢 来看看这个例句 我们应该怎么讲 我站在那里 心脏跳得很厉害 我站在那里 心脏跳得很厉害 我们常常会这样 叙述一个状况 对不对 譬如说你要去参加演讲比赛 而且是什么 集席的演讲比赛 是直接抽题目呢 然后呢 看着题目呢 在十分钟之内呢 要把这篇要把这个演讲呢 完成的 有没有 如果这个状况呢 你心里呢 怎么样 很紧张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 那么应该要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 我站在那里 很简单的句子 I still there I still there 好 我站在那里 然后怎么样呢 伴随着是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状态 with 这里呢 因为它是介细词 所以我们不需要 不写逗号也可以 with my heart 有没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里只写心脏 你为什么写my heart 当然是我站在那里 我很紧张 我的心脏跳得很厉害 难道是我在那里 然后他的心脏跳得很厉害吗 跳到连我都听得到 当然不是 所以这个my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记得把它填上去 with my heart 来写了 with伴随着我的心脏 怎么样 跳动 心脏在跳动 这是自主的吧 对不对 会不会说 你叫他跳 快点 现在跳快点 然后你叫他 不要再跳了 不会 所以心脏跳动是一种主动 所以用什么 beating 心脏的跳动用beat这个动词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说了心脏跳动是主动 所以用的是with my heart beating 跳得很厉害 我们英文呢 用一个副词叫做violently violently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附带状况的表现 看到了 上下呢 对焦一下 再对焦一下 你就很清楚了 伴随着我的心脏 怎么样 跳动 beating violently 那么这里的beating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主动哦 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这个同学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部分的表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的部分 第二题呢 他说了 桌子上相当的乱了 因为有几份杂志呢 摊开在上面 你没有发现 为什么桌子会乱 因为后面这个原因 那么在这里的因为 你要不要写because 我们用的是怎么样 我们是用独立分词来表现 伴随的附带状况 所以呢 我们就不写because 那么不写because的状况之下呢 来看看这句话 应该要怎么写 好 the table 桌子 还是一样 罐词不要漏掉 很多同学看到桌子就写table 记得 我们说桌子相当乱 你一定是在指某一张桌子嘛 所以这个的要加上去 好 the table was 相当的怎么样 我们用这个副词 rather the table was rather disorderly 好 来看一下 这个字的结构 这个字的结构 来 order O-R-D-E-R order这个字有好多解释 order呢 当动词可以解释成命令 也可以当名词 也是命令的意思 那么另外当动词名词都可以点菜 对不对 你到餐厅去吃饭啊 我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May I order now May I order now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啊 也可以当名词呢 waiter会告诉你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我现在可以帮您点菜了吗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有没有 那么order也可以指秩序的 排列整齐的 所以呢 这个是order 是怎么怎么样 有秩序的 排列整齐的 再加上一个DIS 同学你知道啦 一个字的前面有DIS 这三个字母 dis的时候 它变相反了 变相反了 disorder disorder 那就是呢 不整齐的 乱七八糟的 在这里呢 disorderly 是一个形容词的表现 形容词 disorderly disorderly 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会说 桌子相当的乱呢 因为啊 有几份杂志 来看哦 有怎么样 是不是伴随着 这样的状况 记得咯 我们要用with 来表现的时候 不要因为看到because 看到因为 就把because写进去哦 不需要 伴随的状况 用with就可以了 所以呢 是with 伴随着 几份杂志 几份 叫做several several magazines 好 伴随着几份杂志 来看哦 摊开在上面 这个呢 中文呢 很好讲 杂志呢 摊开 而且散乱在桌上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英文里面 摊开呢 他先摆 摆一个什么动作 这个书是放在哪里的 这个书是放在桌子上的 而且不仅放在桌子上 它还是摊开的 英文用 lying 然后呢 open on it 好 在这里呢 很多同学说 老师 书呢 放在桌子上 书 放在桌子上 不是自己跑上去的吧 你为什么会用lying呢 为什么会用lying呢 这个字很奇怪 来 讲到lying这个字呢 我们必须要跟你提一下 其他的几个字的用法 来同学看一下 有几个字呢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老师写这里 同学 你也把什么重点呢 补充上去 有几个动词 它的三态变化呢 长得呢 怎么样 差不多 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说谎 因为版面的关系呢 老师可能字要写小一点 所以同学 第一个 说谎 说谎的动词三态是lie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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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为什么会提到说谎 来 接下来继续往下面看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动词 有一个动词叫做谎 如果是人的话是谎 然后呢 另外一个叫做存在 为什么提到这个动词 因为它跟它长得很像 它的原型也叫lie 它的过去式是lay 过去分词是lan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lie 这个呢是lie 然后呢 还有一个咯 接下来 还有一个动词呢 叫做什么 母鸡下蛋 或者什么东西 放置在什么地方 放置 那同学你也可以自己写上哦 老师这里就不写了 这个放置 同时也是呢 母鸡下蛋的意思 好 它的动词三态是什么 lay 然后呢 laid laid 老师写在这里 我看到哦 动词三态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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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看一次哦 这个这三个字很重要 这三个动词哦 说谎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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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什么地方 东西存在什么地方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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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东西放在哪里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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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哎 你说 老师 那请问一下咯 你讲了这三个动词的动词三态 你都没有提到lying耶 这就是老师要告诉你的 你看一下哦 这个字的原型叫lie 这个字的原型也是lie 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两个字的原型是一样的 那它的分词会怎么样 它的分词也会一样 现在分词会一样 加ing的时候会一样 这个lie呢 它的现在分词是lying lying 为什么 lie你如果再加ing 三个iei凑在一起 同学你可以在奖励里面写看看哦 l-i-e再加上ing 中间变成iei 三个母音在一起 这个音呢怎么样 是会变化掉的 但是呢我们知道 lie加上ing 直接要念成lying 为了避免它的发音会改变 所以l-i-e后面的ie把它去掉变成y加上ing 它的音就不会跑掉 还是lying 有没有看到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说谎 说谎它的现在分词是lying 那么呢什么人躺在什么地方或者东西存在于什么地方 它的现在分词也是lying l-y-i-n-g 好这是第一个老师要提醒你的 接下来有的同学说 哎老师 一个东西存在于什么地方 跟一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放置于什么地方 这两个意思不是一样吗 差不多啊 对不对 桌上放着一杯水 桌上有一杯水 两个不是差不多吗 是啊 我也觉得差不多 那用法呢 用法就不一样了 特别注意哦 这个存在 存在它叫什么 它叫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 这个呢放置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 好因为呢黑板的关系 来我们再把它写在这里 来这个部分呢 它叫不及物 同学自己补在讲义上 这个叫做及物 好一个动词呢 它是不及物动词 一个动词呢 它是及物动词 所以意思差不多用法是不一样的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这里的lying在这里 它是不及物动词 对不对 它是存在 它是存在 on it 在桌子上的 你有没有看到 它东西存在于什么地方 存在于这个桌上 it指的是the table it是指前面的主词the table 但是它不是直接跟寿词 它中间还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介系词 它中间还加一个介系词 这不就是不及物吗 什么叫及物呢 很快的再跟你举一个例子 I love you love 动词提到的对象 直接跟后面 不加介系词的 这个叫及物 I go with you I go with you 我和你去 go的后面 跟对象是 一起去的对象是你 它没有直接接 它还加一个介系词with 所以这个叫做不及物 不及物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了 这里也是一样 lying 放在哪里 存在于什么 存在于这个桌上 它有一个介系词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你会说老师 东西存在 杂志 放在桌子上 一定是被放上去的啊 那这里为什么不用pp 为什么不用lan呢 因为啊 同学记得 不及物动词 有没有被动 没有 被动语太不熟悉的同学 可以到被动语太 那个章节呢 去看一下 被动呢 要特别注意 只有及物动词 才有被动 I love you 我爱你 You are loved by me You are loved by me 你被我深爱着 对不对 可是不及物动词 是没有被动的 你说 I'll go with you 这句话可不可以改成被动 当然不行 我和你一起去 不能改成你被我和一起去 这样的句子呢 连中文讲起来都怪怪 对不对 所以呢 不及物动词是没有被动的 既然没有被动 我们就要用什么 我们只能用主动来表现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书当然不是自己放在桌上 是被放在桌上 但是因为它是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 没有被动的表现 你不能用PP来表现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主被动的关系 其实在被动语太 那个章节呢 讲得非常清楚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这里呢 除了lying放在上面 而且它是什么状态啊 open 好你说老师 那open就是什么 open就是动作咯 那如果是动作的话 你open是不是也要加ing呢 你这里的动词有加ing 这里的动词为什么没有加ing呢 同学小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open是形容词 这个open是形容词 为什么是形容词啊 因为它被放在那里 是以什么样的状态摆在那里 是开着的状态 有没有 我们说open the door 开门 当有人在敲门的时候 open the door 你怎么样 它是叫你来做这个动作 是把门打开的这个动作 人家叫你做这个动作 所以open当动词 它代表是动作 在这里指的是摊开 开 它已经放在那里 摊就是放的意思 而且放怎么放 是开着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的open 它表示的是一种状态 而不是动作 既然不是动作 你就不需要去加ing 同学了解吗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同学你在写作的时候 你比较搞不清楚的 所以老师一再跟你强调咯 词性代表它的用法 你要搞清楚 正当呢 一个字有很多不同的词性的时候呢 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譬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open是指什么 open如果当动词 是打开的动作 如果当形容词 是指打开的状态 打开的状态 就像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它的相反词close close当动词呢 是怎么样 当动词是指 把什么东西关起来 关门啊 关窗啊 这个叫close 关店啊 叫close 可是close如果当形容词 就是我跟你怎么样 我跟你呢 两个人是怎么样 很亲密的 很亲近的 所以当动词跟当形容词 它代表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用法也会不同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句子 The table was rather disorderly with several magazines lying open on it 就是我们中文讲的 摊开在上面 摊开在上面 这个同学要特别特别留意一下 这样子的中文的表现方法 所以你们发现 这个句子呢 其实不好表达 但是你把它学起来 你就有办法呢 自己举一反三 当你发现呢 你的书桌很乱的时候 赶快把这一句话念出来 当你发现 你们家的餐桌很乱的时候呢 还有书在上面 不一定是只有书嘛 有时候是碗盘嘛 对不对 碗盘呢 被摆在上面了 就把这个句子呢 拿出来练习一下 不要忘了 语言 英语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学英语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呢 它可以变成一种日常生活 沟通的一种工具 除了母语之外的 另外一种沟通的工具 既然是日常生活要用的 那常常呢 碰到生活中 类似的状况呢 就把它拿出来用 我相信你会 就会越来越能 熟能生巧 好 再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例句 让你来做练习 有的 同学来看一下 他走进来 靴子上浸式泥巴 诶 这个我们也常常讲嘛 对不对 他走进来 靴子上浸式泥巴 结果呢 被痛骂了一顿 诶 对了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咯 好 他走进来 太简单了 he came in he came in 哦 他走了进来 然后呢 with 靴子是谁的靴子啊 我们说他走进来 当然是他的靴子 所以是 with his boots oh boot 指的就是靴子了 那跟鞋子一样呢 我们说呢 只要是鞋 不管是呢 皮鞋 shoes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所谓的运动鞋 sneakers 或者是所谓的靴子叫boots 对不对 或者是呢 我们女生穿的高跟鞋 high heels 诶 只要是鞋子嘛 都有两只脚 对不对 都有两 就是一双鞋就有两个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要用复数 一定要复数 所以呢 这个boot 记得把s加上去 with his boots 诶 他的靴子上 净是泥巴 换句话说 他的靴子 被泥巴给覆盖了 被盖住了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他的靴子呢 被盖住了 covered 在这里为什么用的是pp 因为呢 这里是被动 谁跟谁被动啊 当然是 cover跟boots的关系 是被动 有没有 靴子是被盖上泥巴 那么这个字是可以用被动来表现的 它是集物动词 可以用被动 那么同学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个重点 当你在写这样子的一个 表示附带条件的用法的时候呢 with 后面的这一个呢 就会是类似是他的主词 类似是他的主词 所以你要看好 这里的分词到底用主动还是被动 是看他跟他的关系 所以with his boots covered 被覆盖了 被用什么覆盖 用什么 接系成功 in mud mud就是泥巴 在这里的in呢 中文可以解释成用什么东西 所以字面上的意思呢 当然没有我们中文讲的这么巧妙啦 字面上的意思是 伴随着他的靴子 被用泥巴 用泥巴被盖住 有没有 用泥巴被盖住 那当然啦 中文这样讲有一点憋脚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不是这样讲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He came in with his boots covered in mud 中文翻得多好 他走进来 靴子上 浸湿泥巴 浸湿泥巴 就是被用泥巴给盖住了 好 这是第三个例句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例句 他双手交叉 站在我们前面 他双手交叉 站在我们前面 请问你这句话 他是要讲什么 他要讲什么 这句话要讲 他双手交叉吗 不是 这不是重点 他呢 站在我们前面 好 他站在我们前面 阻挡我们的去路 然后呢 还很霸道的 双手交叉 然后呢 脸色难看 有没有 常常在日常生活中 也会讲到这样的一个句子 所以先把主要要表达的 主要子句讲出来 他站在我们前面 叫做 He stood 然后呢 In front of us 好 这个主要子句太简单了 He stood in front of us 他站在我们的前面 In front of 在什么人的前面 在什么地方的前面 He stood in front of us 他是用什么样的姿态呢 伴随的状况 请你把它写出来 With 怎么样 双手交叉 有人看到手啊 就写 Hands Hands是这里 跟人家握手叫 Shake hands 所以手是这里 手掌 手指这里叫 Hands 我们说呢 他的双手交叉 是这样吗 还是这样呢 当然都不是 双手交叉 是这样 对不对 插着手是这样 这一个部分呢 叫做什么 手臂哦 手臂叫做 Arm 手臂叫Arm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咯 所以是 With His Arms 有没有 伴随着他的手臂 然后呢 这里是 欸 交叉 手臂交叉 是我们 记得咯 我说过 这里要用RNG 还是要用PP 是要看他 跟他的关系 手臂会不会 自主性的就呢 怎么样 交叉了起来 不是 当然是我们人 让他 所以对于手臂来讲 它是被动了 所以是 Folded Folded 好 这个字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看一下这里 跟这里的关系 来决定一下 他是应该用主动 还是应该要用被动 这样子的状况呢 常常呢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到 所以来 He stood in front of us with his arms Folded 这个就是所谓的 附带状况 那要同学注意咯 能够用 with 加上名词 加上分词 或者是with 加上代名词 加上分词 这样子表示 附带状况的时候 记得 一定是 前面的这一个 前面的这个什么 这个主词 跟后面的这一个 意义上的 意义上的主词呢 是怎么样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用到 with 附带着 附带着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介细词来表现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附带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同学可以在前面的那个附带状况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洗着碗 然后听着他怎么样 听着他最爱的音乐 那里写上 前后 主词是一样的 也就是前面洗碗的 跟听音乐的 它的对象是相同的 那么在第八个这个重点 用with来表示附带状况的时候 告诉你的是 前面这个动作 前面这个真正的主要主词 主要子句的主词呢 是一个 后面附带的状况呢 它真正意义上的主词呢 它又是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要用with来做连接 这是在第八个里面 我们提到的另外一种附带状况的表现方法 接下来看第九个重点 黑板上写的第九个重点呢 我们要提到的是 所谓的一些惯用表现 来看看什么是惯用表现呢 用分词构句的一些惯用表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分词的片语来用也可以 那么其实在我们讲到 不定词的时候 同学你也去看一下 不定词呢 有些呢 独立的不定词呢 它也可以形成这样子 它的独立的一种惯用表现 它可以当成是一个片语来记 譬如说我们写出来的 generally speaking 也就是一般来说 再来strictly speaking strictly speaking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到不定词的时候 我们曾经告诉过你 这个strictly speaking 我们也可以讲 to be strict to be strict 有没有 忘记的同学可以到 不定词那个章节呢 去翻一翻 strictly speaking 用不定词 to be strict 也可以 相同的 frankly speaking 那当然也可以讲成什么 to be frank to be frank 记得咯 这里是用副词来表现 那么用不定词的时候呢 我们讲的是 to be frank 是用形容词来表现 好 再来这里的 judge judge 它的本来的原型是 j-u-d-g-e 要加-i-n-g 把一去掉 改为 ing 把一去掉 改为 ing 变成 judging from judging from 好 下面呢 用 talking of 或者是 speaking of 中文呢 是谈论到什么 一谈到什么 according to 根据什么 considering 叫做考虑到 什么事情 所以像这样子的用法呢 其实同学 你只要单字会的话 基本上这样子的 片语的惯用表现呢 应该都难不倒 各位同学才是 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老实说 那我们就是讲的 坦白说 老实说在这里了 frankly speaking frankly speaking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讲 to be true to be true 或者是 to be honest to be honest 有没有 也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相同 类似的东西呢 老师在交道的时候呢 都会把同学呢 告诉同学 几种一样的表现方法 我们会告诉你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在讲话的时候 或者在写作的时候呢 要混合着来使用 好 在这里呢 我们用的是这里的 frankly speaking 好 frank这个字呢 本来就是形容词 坦白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用的是 副词的表现 frankly speaking 好 不要忘了 它也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 to be frank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有没有 好 同学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be动词 这里用形容词 这里呢 有一个speaker 有一个speaker 所以用frankly 有没有 frankly speaking 记得一定要用ing 独立分词的表现方法 frankly speaking 然后呢 我发现 I found it 我发现呢 这一份工作呢 很无聊 请问你 无聊的人 是我无聊吗 不是 我可能呢 还是呢 怎么样 很任命的在做 这份工作 但是呢 做久了 还是觉得 他无聊 是工作无聊 工作无聊 所以是指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用的是 boring boring 所以老师要特别跟你强调 这里为什么用boring 因为它指的是工作无聊 工作 我发现这个工作很无聊 无聊的是工作 而不是人 同学你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人觉得无聊呢 我觉得好无聊哦 英文应该怎么说 我觉得好无聊 在坐在家里 妈妈说 你怎么无所事事啊 你到底在干什么 坐在那沙发上呢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听你哀声叹气 哀声叹气一百次 你怎么回事呢 你说 哎呀 我没事可做 我好无聊哦 我好无聊 英文怎么说 英文叫做 I'm bored 有没有看到 I'm bored 诶 老师 为什么会用b动词 加上pp呢 在这里呢 这里的board 是pp过去分词 不要忘记了 我们说呢 情绪 人的情绪 是外在挑起的 因为没事可做 所以觉得无聊 自己不会自己感到无聊 不是这样 同学 无聊也是一种情绪的 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反应 只要是情绪 对人来讲 都是外在挑起的 因为外面没有呢 怎么样 没有吸引你注意的一些事物 所以你觉得无聊 所以这种情绪被挑起 在英文里面是属于一种被动的 人是属于一种被动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有关于情绪的 情绪的形容词 用来表示什么 感到无聊啦 感到呢 有兴趣啦 感到很刺激啦 或者是感到亚裔 感到呢 怎么样 很尴尬 像这样子跟情绪有关的 记得你要用 逼动词加上 PP的表现方法 所以我很无聊 I'm bored 但是在这里 I found the job boring I found the job boring 我发现这份工作很无聊 在这里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关于表现动词 表现情绪的这样子的 分词 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一下 有时候同学在考虑到 主动被动的时候呢 自己会搞不清楚 记得这个情绪是 外在引起的 对人而言 它是属于一种 被动的概念 所以我很无聊 I'm bored 我发现这个工作无聊 I find the job boring 好 这样子的表现方法 同学你要特别 特别的注意一下 这是第一个例句 接下来来看看 第二个例句 在第二个例句里面呢 他讲到了哦 从他的穿着看来呢 他怎么样 他一定呢 是要去参加呢 怎么样 宴会 从他的衣着看来 穿得很正式的礼服啦 打扮得很怎么样 精心打扮一番之后 我们做出这样的什么 这样的推论 我们说呢 从他的穿着看来 从他的穿着来判断 从什么来判断 我们刚才有看到一个字叫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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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判断的意思 好 他的独立分子片语 把它写下来叫做 judging 去衣加上RNG 从什么来判断 解析词用from 好 他的穿着 以他穿衣服的样子是 judging from the way she is just 好 来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表现方法 the way 这个样子 喂这个字有很多解释 W-A-Y 喂这个字有很多解释 譬如说 喂可以解释成马路 马路 有没有 道路 喂也可以解释成方法 方法 做事情 做什么动作的一个方法 喂也可以解释成样子 样子 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后面有主词 有动词 这是一个形容词 子句哦 所以我们说过 超过两个字以上的 要拿到名词的后面来修饰 有的同学说 老师 我这句都写不出来的 我怎么知道它是形容词子句 来判断一下 在这里 she is just be just 记得用just 指穿衣服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be just 来表示 再强调一次 我们说just D-R-E-S-S just 这一个字 当名词是洋装 当动词可以解释成穿衣服 但是要特别注意 要用be just 来表示 穿衣服 be just be just 我已经穿好衣服了 或者是讲 I just ed myself 你也可以用just 加上反圣代名词的one self 来表示 所以记得just 解释成穿衣服 用be just 或者是just oneself 来表现 这样的用法 请同学要记起来 你会说 我不知道这里是形容词子句 来老师告诉你怎么判断 the way 这样子的样子 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她穿着的那个样子 有没有 way解释成样子 它是一个名词 名词 那么后面这个呢 是她穿衣服的样子 有一个的 那在英文里面 在中文里面 那个的是表示形容词 对的 所以记得 judging from the way she is dressed 就是 从她穿衣服的那个样子 来判断 从她穿衣服的样子 来判断 也就是 从她穿着 看来 有没有 要特别注意哦 我们中文呢 judging from 是从什么来判断 但是中文讲 看来 很多同学看到看 他在想 要用see 要用watch 还是用look at 都不用 用judging from 从什么来判断 一件事情 后面主要 子句呢 写下来很简单 它一定是 she must she must going to 好 它一定是要去的 she must be going to 应该是这样写的 同学 must 叫做 一定 be going to 是将要 将要参加宴会 又来一个go to the party 有没有看到 这句话讲起 好像有点复杂 she must be going to go to the party 她一定将要 参加舞会 你们发现 这里有going to 这里又有go to 不要忘记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 go to 省略掉 she must be going to the party go to 可以省略 为什么 be going to 可以等于 we'll 将要怎么样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go 我们说了 来去动词 go 可以用什么 现在进行事 代替未来事 有没有 我说呢 我要去看电影 I will go to a movie I am going to go to a movie 我可以直接讲 I am going to a movie I am going to a movie 可以这样子的表现 所以在这里的go to 是可以省略掉的 有没有看到 好 再来看下一题 谈到广播 你喜欢什么节目呢 谈到什么 speaking of 或者是talking of 都可以 所以我们写下来 talking of talking of the radio 广播 radio 谈到广播呢 what program what program do you like 你写 which program do you like 其实也是 可以的 哪一个节目 或者是什么节目 what program which program 在这里的 talking of 谈论到什么 我们也可以用 speaking of 来表示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根据报宅 那家饭店呢 曾经发生大火 有没有 根据报宅 根据什么 我们可以用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the papers 报纸 papers 要加s 如果没有加s 的papers 是指纸 papers 就可以指报纸了 according to the papers 然后呢 那家饭店 曾经 那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我们用过去是 there was a big fire there was a big fire 在饭店呢 你可以用in 或者是用at 就可以 in that hotel in that hotel 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这一句呢 经过 根据什么 according to 好 在这里呢 老师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问各位同学一个问题 你看到 according to 的后面 加上the papers the papers 是什么词 名词 那老师就要问你 请问 这里的to 是什么的to 什么to 借系词的to 为什么老师要提醒你呢 同学每次在看到to 这一个字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to后面跟原型动词 叫做不定词 to后面跟名词 那这个to是什么词 这个to是 借系词 老师有差吗 都是to 我干嘛知道 他是谁呢 干嘛知道他的身份呢 当然要知道 因为 借系词的to 后面才是个名词 万一碰到动词呢 万一碰到动词呢 碰到动词的时候 记得要加上ing 很多同学呢 因为从小学 初级美语的时候呢 就开始 to后面用原型 to后面用原型 记得咯 to后面跟原型动词 叫做不定词 to后面跟原型动词 叫做不定词 那是不定词的to to的后面跟名词 是借系词的to 你如果判断出来 这个to是借系词的to 因为从后面 我说过 一个字是什么词性 要看前后左右 你怎么知道 我是谢老师 因为你看到这样的环境 我在教你英文 有黑板 有粉笔 所以你知道我是老师 走在路上呢 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没有这样子的道具 你会不知道 我是谢老师 如果你不认识我的话 当然不知道 对不对 你只会认为 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姐 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看环境 才知道说 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同样的 一个字是什么词性 你一定要从他的什么 他所在的位置来判断 而不是呢 很多同学会 盯着那个字说 告诉我吧 告诉我吧 你是什么词 他当然不会告诉你 所以要透过后面 名词 你知道这个to是借系词 既然知道这个to是借系词 那记得咯 如果它后面出现动词的时候 记得把动词改成 动名词 也就是加上ing 加上ing 所以同学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 好 那么according to to是借系词 后面跟名词 它有另外一个用法 我们把它写下来 也是根据什么 我们可以用according什么 我们可以用according us 中文也是解释成根据什么 不过这个us是什么词 这个us呢是连接词 同学 这个us是连接词 一听到它是连接词 你想到什么呢 对了 它后面要加主词 加动词 所以你可以发现 词性代表用法 介细词后面是名词 连接词后面要有子句 主词加动词 所以你说老师 那我们可不会把 according to the papers 是改成according us呢 可以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了 according to the papers there was a big fire in that hotel 我们也可以说了 according us the papers said 记得了 我们说 报纸上写着什么 杂志上面写着什么 纸条上面写着什么 招牌上面写着什么 这些东西在英文里面 不能用write 要用say这个动词 the notes said 纸条上面写的 the note says I love you 纸条上写着 我爱你 而不是翻成纸条说 不对 纸条不会说 我们中文说 纸条上面写着 报纸杂志上面 记载着什么 写着什么 动词可以用say say这个字 所以记得 不同的对象 会产生不同的连接词 不同的用法 according to the papers according us the papers said there was a big fire in that hotel 所以呢 这样子呢 很多不同的用法 但是老师还是必须要告诉你 一般来讲呢 现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用 according to 来表示 according us呢 比较少用 因为呢 它用起来比较麻烦嘛 后面还有主词加动词 但是你说 根据什么 根据报纸 那就是根据报纸上面 所说的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两个意思是一样 它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用法 所以大部分现在在讲话 都是用according to 加上名词 这样的用法 好了 那么在这一章呢 所谓的 分词里面呢 我们给同学呢 编略了很多很重要的教材 很多的重点 同学呢 在听过谢老师的讲课之后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把分词的用法 弄得很清楚了 若是还有任何不熟悉的 不要忘记 我们教学带的功能 可以让你 反复反复 一而再 再而三再复习 不要偷懒哦 一定要记得 要怎么样 假设呢 你对英文 不太了解的话 情能补着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咯 好 那么呢 接下来呢 你当然要找一个 你不懂的章节呢 继续把英文学好了 好 待会见咯 拜拜 拜拜